主料,猪肉馅250克,水晶饺子粉300克,主料,香菇,黄瓜,胡萝卜,生抽,盐,胡椒粉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,把肉馅和剁好的胡萝卜丁,用开水闹过的香菇,也剁成丁,一起放入碗内加入胡椒粉,再加入生抽,加入盐, 最后加入剁碎的黄瓜丁,把馅子搅匀,然后把水晶饺子混合成面团,盖上湿布,醒面10分钟,再把面团切成小剂,干成薄饼,逐个包上馅子,拨着火上加入水烧开,把包好的饺子下入锅内,并装动锅内的水,避免饺子粘锅,当饺子再次开锅后,点入敞亮的凉水,并装动锅内的水, 当店货两次凉水,也就是说锅开锅三次后,饺子完成飘在水面上了,饺子就熟了,烹饪技巧,以地面饺子粘锅, 二,猪肉馅在加入其他材料前,要加入少量的水,朝着一个方向搅动,直到把水吸收进去, 避免肉馅小成略厚的姜状,再加其他材料,这样包出的饺子,鲜子吃起来不干,较嫩,干, 饺子面要合得软一些,吃起来皮子也显得嫩而不硬,正所谓软面饺子,硬面汤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